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踏转发 打赏 你快点啊 再拿再拿 快点 东西怎么都让我一个人拿 今天你扮演我男朋友嘛 你不拿谁拿 男朋友又不是奴隶 拜托 你不要那么啰嗦 这蛋糕又不沉 你看我今天还行吗 好 这儿 放一点 好 来 头发 好好好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拿拿拿拿拿 要快点 快点接 电话 谢谢 喂 怎么样 什么 我马上到 怎么了 我有事 先走了 先走了 你干吗去啊 需要看 你干吗去啊 好了 艾玛 他长什么样子啊 有没有大强帅啊 当然帅了 不过啊 他没有大强的眼睛的 他那双小眼睛啊 咪咪的 可会哄人开心哪 他待会儿来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 给你姐姐配不配 妈 你都说他一百二十个好了 我们还能说不好啊 妈 他干什么车 黑颜色的 那车啊 可漂亮的 一定是进口的 妈 菲姐 菲菲回来了 快去叫姨妈 姨妈 我的小花 来了来了 菲菲 来给我吧 小灿哪 他有事了 不是说好来的吗 他晚点就过来了 那我们等等吧 妈 你不用等他了 他让我们先吃 这怎么可以呢 人家孩子第一次来 我们不等他 不好吧 你们饿不饿 不饿不饿 我也不饿 妈 你真的不用等他 妈 来 你看 这是他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你看满不满意啊 是吗 太满意了 满意满意 我太喜欢了 他还有蛋糕呢 还有 就你会说 妈 这个蛋糕 我在楼下不小心给摔了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吧 我们一边看电视 一边等小灿吧 好好好 坐坐坐 来来来来 来 来坐 妈 真要等他呀 当然要等啊 要不然的话 小灿会觉得我们不懂礼数的 嗯 哦 哦 死灿爷 你要是敢不来 我就让你变成灿爷 你来了 我妈她好好的 你为什么打电话说我妈在抢救 让我马上赶过来 你耍我啊 你干什么 是我让雅琴这么说的 妈 你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还问你为什么呢 你刚才做什么去了 去找个朋友啊 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不是男的就是你的呗 是去给人过生日吗 你跟踪我 你和她开始多久了 谁 顾菲菲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自从你那天突然回家 找你表舅开始 顾菲菲这个名字 一直在我的耳边出现 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普通朋友啊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值得你欺骗雅琴 去陪她过生日 我就不能有一点私人空间吗 我看你是私人空间太多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留点时间 来陪陪雅琴 我告诉你啊 今天雅琴这么做是对的 雅琴啊 下回她再捏花惹草 你一定要告诉我 谁捏花惹草了 你给我闭嘴 听着 以后你少跟那个顾菲菲来往 EAC地产的老走 跟一个女员工纠缠不清 你也不嫌丢人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我才不想要这身份和地位呢 卖了吧 变先 这由世界去 你又气死我呀你 不许接 陪我去花园里走走 我有话跟你说 雅琴 你再坐会儿啊 妈 我饿了 姐 你那位什么时候来啊 妈 你看 小花也饿了 要不咱们先吃吧 是啊 妈 你打电话问问她 到哪儿了 打不通啊 菲菲啊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和小灿吵架了 我说真没有 她都跟我到楼下了 她突然接了个电话就跑了 妈 要不我们就先吃吧 先吃吧 妈 小花明天还得上学呢 就是啊 好 好 吃饭 吃饭 太好了 走 走 吃饭了 走走走 快去快去 吃饭喽 快点啊 走吧姐 吃饭了啊 快点姐 吃饭了 吃饭了啊 吃吃吃 你等着 饭了 坐坐坐 来 来 去吧 我去 菜爷怎么惹到你了 今天呢 本来答应要给我妈过生日的 人到楼下了 接了个电话 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弄得我妈今天的生日啊 一家人都长曲短叹 一家人都不开心 你说是不是很过分呢 菜爷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 她再有急事 她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菜爷肯定是遇到什么 特大特大的急事 不方便打电话 我给她打过去 她不回我 不接 挂掉 那菜爷是有点过分了 菜爷 小辣椒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放得进来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菜爷 小辣椒 菲菲她 菲菲正在发飙呢 你让我进去跟她解释一下 算了算了算了 菲菲是出了名的孝顺 你今天惹到她了 她现在是实际台风 谁碰谁死 你今天别碰这个钉子了 明天到公司啊 再好好解释吧 那好吧 我走了 好 你今天别碰这个钉子了 你应该 应该的啊 你应该的啊 你应该的啊 还行吧 谢谢 谢谢了 阿姨喜欢就好 妈 菲菲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大伙都在等你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昨天阿姨生日 我临时有事吗 所以今天就算给阿姨补上了 小辣椒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要来就来 可千万别再到这种 高档的地方来了 多浪黑啊 那怎么行啊不行的 阿姨 您的生日 对我们小辈来说 那可是大事啊 我们一定要隆正的 你说对不对啊 阿姨 这孩子 是啊 好了好了 快点坐吧 好好好 妈 生日快乐 芳芳 配合茶 我知道 阿姨 生日快乐 青春永祝 妈 干杯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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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我能原谅你 笑一个 瞧你妈笑得多开心啊 小花 多吃点啊 小花 小花 来吃啊 吃这个啊 阿姨 您的身材保持得真好啊 我就是不明白 特别奇怪啊 您到底都吃什么了 保持得这么好啊 吃得舒服啊 阿姨 舒服 舒服 阿姨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啊 小灿啊 你就是喜欢 大破石锅闻到底 阿姨 你看 小心台阶 我实在嘛 阿姨啊 现在呢 你和芳芳 大强 小花 先回去啊 我跟菲菲再去散会步 好的 好的 不不不不 还散什么步啊 菲菲啊 小灿说得对 你们俩俩多玩一会儿 你们呀好好聊一聊 菲菲 我可告诉你 你可不许欺负小灿 就是就是啊 阿姨 我给你开门 好好好 走 走来坐好啊 阿姨 坐好啊 您坐好啊 我关门啊 快小心点啊 上车 路上稳当点啊 薛总你放心 再见 阿姨 你慢走啊 生日快乐啊阿姨 再见 再见 阿姨 再见 再见 走吧 去哪里啊 散步啊 你妈答应的 你赶不去吗 再见 你走快点啊 快点 跟上节奏 走你快干吗呀 不意思 行了 别唱了 你还挺厉害的啊 瞧你把我妈给哄的 一般一般 杭州第三 行了 别贫了啊 你以为你这么做 就能赎回你昨天犯的错了 你这心眼怎么越来越小了 你如果不解释 昨天为什么放下我就走了 还不接我电话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昨天我接到电话 说我妈病危要抢救 我听到这个消息 当然很着急了 马上就赶去医院 谁知道到了医院呢 原来是虚惊一场 我妈她根本就没事 然后呢 她就非要拉着我 要我陪在她身边 还不许我接电话 回家之后呢 我也检查了电话 真的 一个记录都没有 那你妈呢 你妈现在没事了吧 本来就没事 真的假的呀 菲菲啊 除了我是EAC老总这件事情 隐瞒你之外 其余的 我有骗过你吗 好像没有啊 那不就对了吗 而且我今天不是还 将功赎罪了吗 算你有本事 那说吧 今天把我们全家人 都很高兴了 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天哪 我把你们全家人 都哄高兴了 我也不对啊 五世线殷勤 肯定有阴谋 我把你妈哄开心了 她好把你嫁给我 神经病啊 你有关雅琴啦 如果我不跟 关雅琴结婚呢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如果我不跟关雅琴结婚呢 演够了没有啊 走了 喂喂喂喂喂喂 疼了我 快点啊